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過去五年內 已經有不少教師修讀過三層課程 究竟這些課程如何幫助他們 教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呢 除了知識和技能外 教師在態度上又有甚麼轉變呢 老師反映給我聽 最大的得益就是 看到老師的態度上的轉變 因為很多時候 老師會帶著一些很惆悵 不知怎麽做 甚至無可奈何的心情 是參與我們的課程 但當他譬如說 在修讀過程裏面 就算是三十小時 五天的課程裏面 因為他看到 就是一班同工 是朝著一個學習目標 所以在討論、參觀、個案的探討 甚至一些活動的體驗 他開始深刻地感受到 融合教育在所有課裏面 都是存在的 甚至學生都有不同的能力表現 所以從一個 開始他覺得學生不得 這個心態 慢慢就可以想到 會不會有些方法 令到學生得 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如果我們的老師 外面接受過一些 這方面的培訓 特殊教育的培訓 其實老師去接受學生的程度 是高了的 他亦都不會覺得 糟了 我遇到這樣的困難 遇到這些學生 我不行 其實他的接受程度是好很多 第二 老師在這方面 他的信心大 他會覺得 還有一個感覺就是 有一個好的挑戰 我不如試一下 有時候有些老師會覺得 我說怎麼學了這方面 他對這方面的態度 是正面得很多 我想最大的特別就是 舉個例子 每年在準小一生 會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會被派來我們學校 由最初的時候 怎麼算好 怎麼不好 由直到最後的時候 那些老師們 知道了這位小朋友 在我們的 都是我們的大家庭裏面 所以他就算知道 入了外班 他的科 他的反應可能就是 然後他就會找不同的方法 或者我們每年都會找回 前一任的老師 究竟用甚麼方法 用甚麼處理他的態度 或者他的喜好方面 就會互相去交流 互相去傳授我們的秘笈 讓到小朋友 繼續可以去融入我們的學校生活 所以老師的態度 由很大的反應 直到最後都會 是 就會接受 慢慢地我們去教學相長 我相信是 在課堂教學上面 我看到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他明白到 譬如說怎樣做課程調適 或者就是 有些甚麼的評估方法 可以幫到他更加了解 學生的那個能力 甚至來說 在這個教學策略 他了解多了 給的支援也多了 學生裏面 在學習上有成果 在這裏很多時 見到老師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在教策略 評估方法 和行為處理方面 如果我上課的經驗 我就真是 其實很容易 就勾到他出來 你就知道怎樣 跟他講甚麼話 譬如聽將 安排座位上 我們的心態 可能真的調整了 就是一進到課室 就知道 這類型不可以做些甚麼 或者是怎樣幫到他 做到更好的 就是很容易的 譬如我對著自閉症的學生 不要講那麼多 寫 圖像 是不是 這個就已經是不同 所以有培訓的老師 其實就已經 對這些學生 其實已經是有一定的那個技巧的了 所以多些老師受訓 其實對學生是得益大量 這幾年 我都有機會去不同的中學 和小學 和那些老師接觸 我深深體會到 就是前期我們的培訓工作 就開始有成果的 因為現在我接觸一些老師 很多都是在前幾年 是完成了我們那個特教課程的 那現在在學校來講 已經能夠 就是 就是 起一個領導的作用 甚至來說 有些已經是 成為主任 副校長 有些也做了校長 因為以前的課程 是給他們 就是對 融合教育的認識 也就是說 在這幾年裏面 慢慢掌握了一些竅門 這個竅門 是可以幫到它 一方面 就是照顧到課堂上面的教學 另一方面 就是在學校裏面 可以成功地推行了 譬如說 共融的 校園文化 或者就是 協助 推動 就是 家長教育 學生對於 特教學生的 照顧 的教育 變成了 現在我看到 很多老師 慢慢已經是一定成就在這裏了 所以這個跟我以前見到 老師一個無奈 到現在 見到有一隊 就是 推動融合教育的 我可以說是精英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